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猫女》 故事要从女主阿美死的那天开始 阿美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员工 最近刚发现一款新的产品 可是阿美设计的广告设计 却让老板不满意 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只能低头去修改方案 回到家的阿美正在思考自己的方案时候 发现一只猫咪站在高楼外的屋点上 阿美勇敢的去爬出墙救下猫咪 差点出事 刚桥到楼下的警官汤姆还以为阿美要自杀 急急忙忙的冲上楼救了阿美 阿美慌慌张张的赶到公司 警官汤姆也来找到阿美 希望能请阿美喝喝咖啡聊聊天 弥补自己的莽撞 同事们都为阿美感到高兴 毕竟她已经是大龄圣女了 再嫁不出去可怎么办呢 晚上阿美因为广告方案 重新赶到公司 却在昏暗的灯光下 意外发现公司老板和老板娘 研制的化妆品有毒 对人的面部有极大损伤 这可已经犯罪了 老板为了掩盖事实 派杀手不停的追踪阿美 阿美一路奔逃 失足跌入冰冷的湖水中 眼看着已经命丧黄泉 还好那只猫咪赶到 用自己神奇魔力救了阿美 看来平常真的是要行得即善呀 重新获得新生的阿美 抬头看这个世界 似乎有很多不一样 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大变异 就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 看着猫咪脖子上的地址 阿美把猫咪送回了主人家 原来猫咪名字叫做紫叶 让人有喜有忧啊 回到公司的阿美 被上司不停的抱怨 可是阿美竟然大骂了上司 竟然被炒鱿鱼 但是得到了同事们的掌声 同事萨利鼓励阿美 要尽快去和警官见一面 毕竟年纪都不小了 阿美和汤姆见面后相谈甚欢 身着阿美所表现出的能力 震惊了汤姆 然而在烂球场上 奇苦相当 十分合拍 甜蜜的让人羡慕 回到家的阿美 接到了萨利的电话 阿美认为自己的身体确实有变化 另外对邻居的大吵大闹行为 阿美可毫不客气的大闹现场 表现出的霸气让所有人震惊 仿佛是换了个人 阿美剪断自己的长发 穿上一身皮衣 骑着摩托穿梭在大街小巷 我的天哪 他可真是酷了 一身黑色尽妆的阿美 演员成了犯罪贺心 在珠宝店三拳两脚 就打翻了一对截图 但是自己也把一堆珠宝带回家 一觉醒来 阿美也对自己的身体异变 感到不可思议 重新查看了紫叶猫咪的资料 和紫叶的主人教授交谈后才知道 自己通过紫叶的特势 重获新生 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猫女 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和过人的身手 教授给了阿美一个猫女头盔 从此阿美开始了自己的猫女生涯 甚至着装上更为火辣 比麻辣火锅更辣 想起那个杀手 从无情地对自己开枪 阿美便一路追踪到 人潮拥挤的敌听 伴随着动死大死的音乐 阿美直接给杀手 来了一对女王鞭挞 干掉了杀手 警察汤姆和阿美约会的时候 阿美就能展现出的超能力 让人大开眼界 这让汤姆非常意外 夜晚猫女阿美来到老板娘的住所 希望找到老板乔治的行踪 在剧院找到老板的时候 警察也赶到 在高台上 猫女阿美和汤姆展开了 极其阿美的肉搏战后 顺利逃脱 在和汤姆约会的过程中 阿美对汤姆说出了自己的困境 汤姆则已经怀疑阿美就是猫女 瞧的是天空正好下雨 两人顺理成章的抱在一起 接着就回家滚床单 在阿美的家里 汤姆发现了一些猫女的踪迹 这时老板娘一打了电话 告诉阿美自己已经杀掉了老板 还嫁祸给了猫女 这简直就是一个圈套 阿美虽然逃走 但是警方开始对自己通缉 他们也知道了 阿美就是猫女的事实 可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 阿美杀死老板的方向 猫咪子叶流进监狱 这给了阿美勇气去取刷烟区 利用自己超强的能力 流出监狱 赶掉了老板娘的化妆品仓库 及时阻止了有毒化妆品的运输 汤姆这个时候也找到老板娘 说出老板娘是真凶的事实 就在老板看枪杀汤姆的时候 阿美救下汤姆 干掉了黑心老板娘 从此阿美彻底成了城市中 城市最泛维护秩序的猫女 一部超级英雄类似的片子 女主阿美好人好抱 救下了猫咪 同时猫咪也救下了自己 在自己的人生得到升华的同时 也维护了社会治安 这部片子最大的堪点 就是性感妖娇的猫女 那打扮简直没谁了 推荐小伙伴们有时间欣赏一下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